好 我们再来关注据美联社报道 英国议会下月29号将再就脱欧协议进行辩论和投票 下月议长约翰·伯克28号说 政府届时将拿出新方案 这个方案与之前的相比存在实质性不同的内容 此前伯克援引议会传统 拒绝早前已被议会下月两次否决的脱欧协议 在实质内容不变的情况下 第三次交付议会表决 英国议会下月27号正式确认 推迟脱欧 欧盟稍早之前表态同意英国延迟脱欧 并提出两个日期 如果本周英国议会通过脱欧协议 则延迟到5月22号 如果没有通过则延迟到4月12号